2023年式的Discovery Sport 對 其實Discovery Sport 它其實很耐看 那大家會覺得說 2023是小改什麼 其實沒有小改配備調整 但是我們今天這一台呢 它是這個R Dynamic SE的版本 其實它的樣子呢 你會覺得它有點像家族化 像Range Rover家族化 雖然它前面是直接打這個Discovery 可是因為黑化的套件 像這個水箱護罩啊 氣壩 整個會讓它覺得 視覺感呢 它的運動性 就是都會的那種運動性 會變得更好 個性黑化啊 連它的這個Discovery 這個車性有沒有 都變成了這樣的展示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個人覺得靜看很好看 我覺得質感很好啊 視覺質感也好 然後搭配這個奏型燈 但是這台車 不是光看外面啦 這台車重點是 你知道 你知道 它這個引擎蓋啊 它這個引擎蓋啊 引擎蓋啊 2.0 對 它裡面是引擎蓋 而且它現在有這個 就是48V的輕油墊 那除了這些以外 它的引擎蓋是棒殼式的 這Alumi 為什麼要 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這個棒殼式 你知道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啊 遇到這種氣候異常 有時候你出去 不要說出去玩啦 你再試去 可能就莫名其妙遇到淹水 我們為什麼說異常 我們錄影的這個時候 已經11月底了吧 對 還要穿短袖對不對 對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現在的天候怎麼回事 雨呢 要來 就突然特別大雨 對 然後冷 熱之間 就是那樣的切換 好像沒有以前四季的感覺 對 但是因此 你就會覺得 哎呦 這種環境 德哥剛剛在講的 如果真的來暴雨的時候 那這個引擎蓋的設計 有什麼好處呢 我跟你講 這引擎蓋設計 就是說暴雨的時候 你看發現一堆車 它可能都掉在水的 但是你這台還可以 射水前進 有穿越功能 對 因為你知道 它呼吸管在這裡 這個棒殼是引擎蓋 就是說它可以儲存空氣 然後讓引擎裡面運轉 而且光是這一台車呢 它的射水深度有600mm 哎 你不要小看這個 對 60公分很高了 對 就是很多車呢 它可能看起來很飄悍 但是它不能越野 但這一台車呢 看起來很斯文 但是它卻可以越野 而且它的引擎呢 249匹 它的引擎蓋 2.04缸渦輪引擎 其實這台車也不慢 大家會覺得說 這一種5加2座 然後再配一個 2.0的4K的 引擎 好像很沒力 因為0百不到8秒啊 對啊 7.8秒 而且它還有九速的 手製排 等於就是說 它藉由更綿密的持筆 讓它的性能延展性更好 所以即使你破風前進 突破200 還會跑呢 它可以跑到225 然後日行燈 我上次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稱讚了一下 我覺得好好看 它有一種流動感 有沒有 對 又很精緻 又很漂亮 又有功能 對吧 對 然後這個輪圈呢 這種消光的 我覺得搭配今天這個車色 其實今天這個車色很耐看 就是會給人家一種內斂的感覺 那可能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它叫做Polo Vino Blue 那名字太長了 我是不記得啦 沒有 我會想說Polo Vino 這個車有沒有 有義大利感覺 是是是 對啊 所以還蠻耐看的 而且五加二座 就是你平常是在上下班 你不會覺得太笨重 太大 但是你出去玩的時候 偶爾那個兩座備用 譬如說你們店員要來找你 你就不用開兩台車 小孩子可以往後坐的 對對對 你就會覺得機能性變得更好 那我們請中夷來做一下 它的第二排 因為這台車的第二排 算是重點 車身尺碼 我們先帶大家來比較一下 Discovery Sport 它不到五米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說 這種五加二 它是一個純Q 而且包括你說 家人一起出遊 或是假設你今天需要 再討幾位朋友的時候 那我也可以啊 音音一下 對不對 大家一起出去啊 或是吃飯的時候 等等 我覺得很好用 上面有一個好大的 天窗 這個通透感特別好 前方你看到 我這第二排 應該還有兼顧到第三排的空間的情況之下 我的 西部空間 還有超過兩個拳頭 而且它可以前後滑移16公分 這點很好 對我覺得這個空間機能的展演 就不能出色 我還可以再往前哦 嗯對不對 那因為剛好 它的腳是可以往前 順勢擺在前座下頭的 所以 如果今天我再調整一下 椅背的部分 對不對 然後就很舒服的空間 對 然後中間有獨立出風口 下方有充電的 USB 我覺得 欸 Type-C給的蠻好的 這個規格 而且呢 這台車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的5加2座那個2啊 是要選配 但是就是 Jaguar Land Rover 他們其實選配價都很親民 你多選這個椅子 其實才3萬多塊 很好 所以你就覺得CP值變得很高 還有現在是不是大家都喜歡 這種白內裝的裝點 你看這個椅子 它加上了這種淡色系之後 包括了從 車門 車門內飾板 對 內飾板 然後我就會覺得 哦 很有氣質的一種配色 我自己很喜歡 Meridian的影響 給的也很好 對吧 所以德哥覺得 這是一個 都外通勤也好 或者是外出出遊的時候 都很好的一個選擇嗎 對 而且你看 西柱這邊還有一個 Lanova的標誌 所以它會讓你的視覺質感 有加分的效果 那後面呢 車子車尾的部分呢 其實不長 短短的 可是你會發現 它結合這個尾燈 很像就是現行 因為新的Lanova Sport 台灣還沒發表 明年才會發表 它很像現行的Lanova Sport 那個味道 所以我就覺得很漂亮 那我們現在把它的行李箱打開 你知道 因為它是5加2座的設計 那它其實在操作上呢 也很簡單 你只要輕輕一拉呢 它就可以 然後以現在這樣子 5加2座的這個行李箱空間 說真的不大啦 但是它還有157公升 那我們現在這樣一拉 它整個往前收 然後呢 它就就是兩邊同時往前收以後呢 現在的行李箱空間呢 就變成1,179公升 那我們如果再把第二排再往前收呢 它的第二排呢 可以直接操作 就是我們再把它往前收以後呢 它又會擴充到了1,794公升 就是已經快要1,800公升了 這已經算是很誇張了 所以你 平整性也非常好 對 而且這樣可以看到 第三排可以享受到的一些配置 對 像它第三排這裡 還有一個獨立的出風口 就是你坐在第三排不會覺得很悶熱 而且我覺得很多朋友他會覺得說 可是它的5加2那個2 感覺也不是很大 那沒關係 你如果不要加選的話 光是你把它用5座的實用性來看 它的行李箱空間 都比同級的SUV來的更大 大很多對不對 好 所以你想要這種 可以多變化式的多人座 那我覺得以它的車身尺碼 配合它給的配置 是一個非常值得參考的選項 那再來就要看內裝 剛剛我很喜歡它的配色 給它給你的配備呢 會是如何 剛剛德哥有說了 應該挺心理的 謝謝德哥 智欣 其實在整個Jaguar Lenovo的車系裡面 Discovery Sport 它本來就是比較屬於 多功能性的一台車 那你自己是Defender的車主嗎 你來看Discovery Sport的配置 內裝等等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其實我覺得英式的修旅 給予這種所謂 我們一般看到皇家的氣質 是可以從內裝部分感覺的出來 像目前這個是一個經典 這種指揮家式的座場 所以你光看到這種 所謂中間的這種儀表的 這種控制的配置 或者是我前方的這種操作系統 或甚至這個比較運動化的 這樣子一個排檔桿 就速的這個Sports Shift 以目前上看起來 光前方這種有一點前母立灰 那種立面的皮革質感 你仔細看它 它上下那種車縫線 去做一個分界 其實這樣搭配起來其實非常優雅 尤其是你看慣了像是這種Porsche 凱耶那種 你會覺得哇那個得意志好硬 可是在 這個英式的感覺上面 它就是比較soft 比較soft 再來是它有很多介面 包含說像這種這種拋光 這種金屬的質感 或甚至說我們這個 駕駛方向盤三幅式 這種鏤框式 另外它還有搭配我最想要就是這個 所謂的換檔撥片 所以整體上看起來它是非常好 另外呢它的方向盤 還有做這個電動的前後的這個控制 四向可調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你會覺得 這個介面上是非常好用的 那當然我們前方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由實體跟虛擬去合併在一起的這個 所謂儀錶板 在過去是因為標配上面 因為這個缺乏晶片的關係 但是也問了原廠 原廠是說如果現在有想要選配 是可以選的回來 我想這也是大家比較介意的部分 很多操作只在意說 對我知道你現在是非常時期 很多人講的你拔了什麼配備什麼之類的 但我後面想要加回來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 可以的可以交回來 可以無願的 是 另外我們的這個椅子的部分 鍾薏姐你坐起來 有沒有覺得這個椅子 其實在這個入門機具 你會發現 雖然是這個Land Rover的這個入門 但是你坐起來感覺是非常好的 另外呢 不然駕駛座有12項的這個 調整跟支撐的部分 副駕駛座也有10項的這種所謂的調整 對我剛剛有研究了一下 就是你很容易找到你自己喜歡的坐姿 然後角度等等 然後透過10項可調 你那邊12項 12項 對 就是舒適度可以提升一些 對 我自己做起來其實是 完全把我的這個Defender KO掉 啊 差那麼多 我覺得它的舒適感是非常好 能調整的這個方式又比我的Defender更多 所以你不要小看人家入門級距 對不對 就是有時候他們會強在不同的方面 強在不同的地方 對 對 它可能就舒適感更好一點 是 那另外在中間的部分我覺得最大的升級 就是在於我們這個PB Pro的整個系統 是 那這次PB Pro系統 它厲害是在於說 它的這個無線的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 是可以透過升級的方式 直接就是跟你的手機做無線的這個溝通 那我自己使用上起來 不管講電話聽音樂 都非常的好用 那另外在這個P250 SE的版本 它自己就標配了這個400瓦的這個 Meridian的這個音響 所以它的這個音響上面的這個 使用上會更好 那另外呢 當然在越野的部分 它這次的越野 我們看到中間中間的部分 它有一個操作介面 當你按下這個地形反應系統 它是第二代 那第二代的部分呢 就多了一個方便的部分 啊我也很想要 Auto 不像我還在轉來轉去 像這個有Auto在 我覺得你自己使用上面 剛剛看到它這個介面上 它直接就會做了一個 每一種 這個形式上的一個建議 我覺得車主只要花一點時間 你把至少都看過一遍 對 其實你非常清楚知道說 它這個全地形系統 可以給你什麼樣的發揮跟作用 然後剛剛志興說了 我最喜歡在Auto的情況 Auto 他告訴你說 我一定會幫你決定 決定 最適合的特殊程式 對 那這個也幫助說 有一些在拖困上 或者是說一些特殊路面 泥泥路面 你不用再去 還要想說 哇想破頭 這個是要草地 歷史還是要泥泥 讓車子自己去幫你做一個判斷 我覺得會非常好用 對 那另外它很多的操作部分 像你按下去之後 你發現它整個亮起來 所以它的很多按鍵 其實隱藏在 在同一個旋鈕上面去做切換 也讓你整個的配置上面 是看起來是更簡潔的 而且它其實基本上 還保留一些實體按鍵 對 有回饋的力道 有 對 那當然PV Pro我覺得它的好處 除了說我們看到這個 一些使用上 你看方位 羅盤 輪胎資訊 能源 更重要的是 這個可以用遠端 藉由手機 來啟動空調的系統 包含你車輛的所有的資訊 它都會顯示在上面 所以我想這個會是一個 PV Pro在使用上面 一個介面上面 一個蠻大的變革 那所以另外呢 當然我們這台車 還有所謂的這個 全景的這個玻璃車頂 所以在整個的這個 你的頭部空間上 它搭配了這個 黑檀木這樣子的一種 車色的頂篷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的質感 上半部是深色 那下半部的部分 就是比較soft的 這種 淺牡麗灰的這個搭配 所以整體上 我覺得這台車 雖然剛才一直提到說 它是屬於比較 人肉的入門 但是我仍然感覺到 它對於這個車主的那種尊榮感 還包含說這種對於英式的情懷 皇家的這種氛圍 整體上營造上 我覺得如果這台車讓我開去環島 去兜風 或者是去露營旅遊 我覺得這個車其實 我會自己直觀認為 這個給我的這個疲勞度 可能會比我Defender還要低 Defender其實是車高 也比較晃 而且會不會如果你換這一台車 太太更願意開 我覺得會 因為尺碼的關係 尺碼的關係 再來是它的舒適度 真的是比Defender好 好很多 好很多 對你看連智欣 就是自己也是品牌的車主 但是你在看不同選項設定的時候 你完全可以知道說 這個車它更適合 更適合居家 可能居家 通勤戶外生活也可以 沒錯 還有它後面 當你維持在五人座 情況之下的那個行李空間 真的很大 好 謝謝 謝謝智欣 地球王機線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調校出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 太躁進的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油門 地球王機線邀您一起上線 對